说起战国七雄,很多人都知道这七个国家,这七个国家分别是秦、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,其七个国家,这些国家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,拥有统一天下的实力,不过七国之间也不断进行各种兼并战争,当然,七国虽然实力比较强大,但还是有很多不同的。 点击订阅爱观历史,请到深处加个关注。 战国七雄中其他六国的绅士问题,首先是齐国,齐国最初是江子牙的封地,爵位为侯爵,是东方各国之首,实力也是最强大的,田氏戴琪之后,爵位还是侯爵。 而且,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,其次是秦国,秦国建立非常晚,在东周的时候,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,才开始建国,当时爵位是伯爵。 楚国出现得非常早,可以说,在商朝的时候,楚人就出现了,不过一直不受待见,在周朝的时候,同样不受待见,风为自觉。 不过楚国由于不满,经常见月称王,但大家都不承认,韩赵魏三国也是战国时开始出现的。 他们本来是晋国低势大夫,后来瓜分了晋国,之后被周天子承认,爵位也是侯爵。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,爵位最低的是楚国,是五等爵位中最低的自觉,建月称王后,更不被中原各国承认,其次是秦国,只是伯爵。 之前是给周王氏养马的,再接着是韩赵魏三国,这三国虽然是侯爵,但不是周朝建立之初就有的,周王氏也是被迫分封他们的。 最后就是齐国,齐国是周王氏功臣江子崖的封地,可以说,跟红苗正,地位又是侯爵,东方各国之首,不得不说还是很厉害的。 不过田氏带齐之后,齐国不算是正统了,毕竟田氏是外来的。 看完其他六国之后,我们再看一下燕国,公元前1044年。 周五王灭伤后,封齐帝基氏于燕帝,视为燕少公,爵位为侯爵。 这就说明燕国的爵位非常高,和当时的齐国一样,不过燕国的身份更加显赫,是王氏成员的后代。 而且,燕国自从建立之后,一直到被秦国灭亡,王室都没有改变。 相对于其他六国来说,地位可以说是最尊贵的。 当然,燕国地位虽然尊贵,不过最初混得并不好。 由于燕国地位北方,气候恶劣,再加上四周都是少数民族,所以发展缓慢。 在春秋时期,经常被少数民族骚扰,曾经还向齐桓公求助过。 战国时,燕国强大了一次,燕昭王时期,燕国更是差点灭了齐国,齐国只剩下两成。 当时的燕国北灭东湖,向东扩张到朝鲜半岛北部,势力达到鼎盛。 虽然之后实力下降,但吊打齐国这件事,让燕国风光一时。 齐楚燕祖先 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,很多人都认为江太公是齐国的祖先,但齐国曾被分为两个时代,而被称为战国七雄的齐,国君早就不是江太公的血脉了。 江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,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燕羽,七十岁的江太公钓鱼时,钓到了周文王。 他辅佐文王及其子武王建立周朝霸业后,被封后,统领着齐国这个诸侯国,齐国风调雨顺,百姓富甲一方,可惜后人不太给力,等到齐康公时,齐国被篡权了,田和夺了齐康公的王位,还将他赶出了齐国。 自己成为了齐国的新王,此后,齐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,齐王也不再姓江,而是姓田了,田齐因国力强盛,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。 不同于最开始就富裕的齐国,楚国最初很穷,楚的先祖玉雄,并不是帮周文王打天下的人,他原本是一个不足的首领,因为懂得审时夺势。 知道商朝要灭亡了,就带着不足,向周文王臣服,成了一个诸侯,建立了齐国。 因为是后来的,齐国没什么钱,只能白手起家,可能是上天庇护,处地的资源不错,铜矿更是遍地都是, 但是,楚人凭借丰厚的铜资源,赚了个盆满钵满,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穷了。 有钱了,国力自然就强盛了起来,楚国中有很多人是蛮夷的后代,骁勇善战刻在了骨子里,他们也经常同其他国家打仗,还总是打赢,所以也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。 和齐楚两国锋利的原因不同,燕国的诸侯是因为身份尊贵,得到了封赏,燕国的祖先是周五王的弟弟姬氏,是跟正苗红的周氏血脉,周五王继位后,将燕国化给他,封他为燕国国君。 但既是为人忠诚,他并没有回到封地享受,而是留在了周朝的都城,辅佐自己的哥哥周五王,让自己的儿子代替自己做燕国国君。 就这样,他一生兢兢业业辅佐周五王,直到死去,也是因为燕国的特殊,使燕国在弱于其他六国的情况下,保全自身,被称为七雄之一。 因为燕国是周朝的血脉,是正统,所以秦始皇灭六国时,倒数第二位,才灭了燕国。 韩赵魏祖先 韩国也是战国七雄之一,不过他不是那个在中国旁边,声称自己是宇宙起源的韩国,而是战国时期,位于中国的一个国,韩国的祖先原本是晋国大夫的儿子,韩康子,明韩虎。 恰逢当时晋国被巡谣掌控在手中,因为巡谣此人贪得无厌,为了不再受他摆布,韩康子便伙同另外两清,也就是赵国和魏国的祖先,赵湘子和魏环子,联手偷袭巡谣。 杀巡谣个措手不及,巡谣的军队被打败了,他也被杀了。 韩康子、赵湘子,魏环子三人掌控了晋国,瓜分了晋国的领土,分成了三家,史称韩赵魏,因为得到了周朝的承认。 韩赵魏也成了三个国家,韩国是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小的一个国家,因为邻国都是大国。 韩国根本没有发展机会,国力也不强盛,所以是秦始皇选择对六国出手时,第一个被灭的国家。 魏国比韩国要好一点,虽然四周也是围着豺狼虎豹,发展机会不多,想要发展起来更是困难重重,但魏文后却一直在改革,为魏国的未来所努力。 魏文后是魏环子的孙子,魏环子名位居,他便是魏国的祖先。 同韩魏不同,赵国一直都发展得很好,甚至可以和秦国争夺天下,只可惜最后还是败给了秦始皇,赵国的祖先是赵襄子,本名赵吾旭,他的父亲是赵央,赵央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马上要灭亡的赵氏, 为赵吾旭建设赵国打下了良好的基业。赵国的历代国军也选贤举能,重视发展,甚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骑兵队伍,也因此,赵国国力雄厚,不下于秦楚这些大国。 秦国祖先 秦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,秦国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国家,秦国的领土也是历代秦军一点点打下来的。 可以说,秦始皇最后灭六国,一统天下,有很大事前几位秦军的功劳。 秦国的祖先是秦妃子,秦妃子的祖上因为在夺权时站错了位,一直对商朝忠诚,在周朝建立后,逐渐衰落,不过秦妃子的祖先很擅长养马,因为养马养得好,被周孝王看上了,得到了快封地, 但封地的环境不好,后人却很争气,在他们的努力下,秦国人逐渐适应了封地的环境,实力逐渐强盛起来。 犬戎人侵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周王室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周王室答应秦国,只要秦国能驱逐入侵的犬戎人, 就能得到被入侵的封地,秦朝的基业是历代秦军和力攒下来的,秦国的王就没几个草包,于是秦王驱逐了犬戎人,得到了被他们侵占的封地。 自秦孝公起,更是开启了称霸之路,秦孝公任用商样,秦国实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商样变法。 虽然商样老年时,因变法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,被害死了,但秦国却因商样变法强盛了起来。 秦昭王时期,因为秦国有了白起这一员大将,在战争方面可谓是无往不利,先后打败了起,除两大国,使两国元气大伤。 走上了衰败的道路,待秦始皇继位时,直接灭六国,一统天下,结束了战国时代。 战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,那个时代的思想会集着众人的智慧,那个时代的名臣名将更是堪称传奇,战国七雄的祖先可能也没想到,自己的后人们会经历这么多,秦国的祖先更没想到,最后一统天下的竟然是他的后人。